我才發現我的蝦網沒有帶啊 本來都放在包包裡面,永遠沒有拿出來的 結果上次地震 蝦網掉出來,我拿出來沒放回去 你看 本來要來撈蝦的,全部都是 結果竟然 要撈蝦,蝦網就沒帶 屁屁有娘 本來 蝦網放一輩子,放在包包沒有用 喔,那都溼啊 一輩子都沒有用,第一次要用 結果上次地震震出來之後,沒有放回去 喔 這麼大隻 不怕人啦,會拉著我的面跑 喔,真的是吼 算他們運氣好 不然我中午要撒蝦子的說 本來 很久沒有吃鹹豬蝦的 蝦子 抓蝦蝦 魚也處理好了 再抓一點蝦子就可以煞了 一個可以鑽下來的地方 不然包包先跨在這裡 對 要丟下來 倒爬了下來 爬到這個洞 然後先縮骨弓 好了 等一下可以從這邊 腳蹬這裡 回去就不用鑽這個洞 那下來這個在內凹踩不到 那現在就是到了 至少可以先飛石 然後那邊可以過去的話 可以掉上面一兩石 這邊剛好一塊腹地 走下來了 這種 石頭太大了 這個 下去都三四層樓高 沒辦法 這種沒辦法 這個 這裡也是斷崖 也是兩層樓 可能不止兩層樓 這全部都光滑了 這沒辦法 除非說 剛剛上面還有一條路可以 從那邊 但是也不可能的 那邊都岩盤 所以旁邊沒有路 那邊都是整片岩盤 這種地方沒辦法下去 太深了 看看就好了 而且不要算太近 可惜了 最下面那邊好幾十大匙的說 還是過不去了 今天這一趟就是 看看到這裡了 應該 應該整天都混在這裡了 還有一匙 勉強可以掉 但是下面那一匙 至少三四層樓了 想都別想了 而且就 全部都岩盤 走不下去了 真的路就斷了啦 兩個人掉這一匙吧 往上還可以走一點 不過要蠻深的 先上去上面看看有沒有 有沒有好的地形 看起來 這邊應該快到腰了 走 這裡沒辦法走 本來是預計從後面繞過去 那裡開始有落差了 沒辦法走 所以它應該從那邊走 走上去 轉彎那裡應該都還可以掉 不然我們兩個要擠這一匙了 讓它去看一下 等一下再看看怎麼樣 吃早餐吧 看起來是不妙 這裡如果差太大 放不動就三四層 三四層樓 過也過不去 下也下不來 這條走那麼久才走到那裡而已 可見多不好走 那我們又被困在這邊 下去太深了 下去太深 然後爬上去的時候這個點可以爬上去 其他都是那種 你看 石頭都 都這麼大 光滑 岩盤和岩壁 岩壁 岩壁 岩盤 爬不上去 沒用 就先困在這一匙 等一下再說吧 不過看起來蝦子還蠻多的 你看 好幾隻喔 四五隻 這隻大隻的 旁邊兩隻小隻 三隻四隻 我隨便看就五六隻了 你看 多隻的在那裡 有喔 喔這燒爬燒爬燒爬 那那在燒爬 沒有人來的地方就是這樣 而且蝦子 光天化日就在那邊 跑來跑去了 而且都大隻的 哇這裡更多 喔 靠鴨類樹葉子下都是 反光看不到 等下下去撈 中午可以吃蝦子 今天中午要炸苦花 如果沒辦法釣魚的話 就 撈蝦子來吃了 不然沒辦法 爬不上去也下不去 屌帶的地方 才發現我的蝦網沒有帶 本來都放在包包裡面 永遠沒有拿出來的 結果上次地震 蝦網掉出來 我拿出來沒放回去 你看 本來要來撈蝦的 喔全部都是 結果竟然 要撈蝦蝦網就沒帶 屁屎有贏 本來蝦網放一輩子 放在包包沒有用 喔那東西啊 一輩子都沒有用 第一次要用 結果上次地震震出來之後 沒有放回去 喔 這大隻 欸不怕人啊 快拉著我的面跑 喔 真的是齁 算他們運氣好 不然我中午要炸蝦子的時候 本來很久沒有吃鹹豬蝦了 都是啊 喔 靠你啊 混水摸蝦 蝦子咧 喔 在這裡在這裡 好多好多 快快快快快 喔喔喔喔 靠呀 喔 好多喔 我用兩手應該抓得到喔 那麼多 好多喔 怎樣 可以嗎 可以嗎 阿可以 不好走齁 蝦子超多的耶 要一點小隻的中午來炸 中午沒帶東西來吃啊 丟 這裡西哥 不是西哥 古花真的是當西哥釣 命中率百分之百啊 先釣小隻的 直接用大蟟蟲來釣就好了 所以魚太多了 東西 丟 沒有 你看 丟 蛋白從來釣比較快 這個中午要吃的這種 從土屍釣太慢了 coating實在太多了 而且腳下全部都是蝦子 丟 心腸到東西 這個一小時釣 一百多隻很輕鬆 這個魚太多了 這個小隻的喔 一下去三秒就吃了 這個 十幾二十的啊 吃不到鵝 它在比較下面 魚太多了 真的小隻鵝先搶光 鵝幾個二十分鐘就一堆了 這都是青鵝 等一下選一些中午吃啊 有大隻的魚 但是牠好像 看到人就躲到石頭鳳裏面去了 真的是齁 啊躺下去下去就會隨一手見て啦 這個是真的是很麻煩 不然要先把小隻的釣完了 釣不完 中啦 這邊的大隻的都在石頭邊邊 來 飛 開去 誒誒誒 這個20出頭的就算很大了 坐在這邊釣了 趴著就吃了 隨便一個點丟下去就吃了 先釣啦 中午過後再看看要不要上去 我靠腰 丟 超多的 坐在這邊 其實有大隻的但是 比較 比較尿 都米的尿空的 送啦 這個二十幾的喔 很多在翻誒 飛回來 飛 唉唷 這種的蠻多在翻的 但是吃的機會很少誒 你看 才沒幾隻而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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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枝 抓蝦枝 魚也處理好了 再抓一點蝦枝就可以炸了